我們今次看《二福所書》一章十七到二十三節 我一邊看的時候 我們一邊去到那裡 我就會讀到那裡的經文 一章十七節先 求我們主耶穌給了的神 榮耀的父 將那次人智慧和啟示的靈次給你們 使你們真 知道他 這裏就是保羅的祈禱 保羅的祈禱也蠻複雜的 這也是希臘文特有的格式 英文比較接近 中文比較少 它是一個句子 後面有很多個 sub clause 如果大家學英文 你會知道什麼是 clause 例如我愛妻子 because she is very good to me I love my wife because I just have the heart to love her 例如有兩個 clause 就是副句子 第一個是莫愛她 然後就是原因 我們發覺看聖經 為什麼對於很多人來說很難 因為中文句子是很少 連串 一連串的句子是很長的 可以告訴大家 這裏這麼長 是一個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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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連起來 因為你看看就知道怎樣連起來了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 榮耀的父 祝福將賜人自衛 我們求耶穌和父 這裏我們看得到他將天父和耶穌平衡擺 對嗎 譬如你說一本說 我們求天父和天士幫我們 我們不會將他平衡 如果平衡的話 它是同等的 即是說雖然在聖父、聖子、聖名裏 是有排列次序 就是聖父在先 然後聖子 這是一個順復的次序 但是不代表耶穌的神性是低一點的 也就是說父和子都是同等的 然後將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 這裏又是一個比較長的形容詞 形容哪個呢 你看看經文 形容哪個呢 形容聖靈 怎樣呢 它是那位 什麼呢 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 所以大家看的時候 你要習慣希臘文翻譯的聖經 就是它有時有一個很長的形容詞 來形容一件事 譬如說 你們宣揚那 照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這的美德 這就是宣揚神 神是照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它又不是光明 要加個奇妙 那裏要加個形容詞 所以有時 中國人看不慣 有時就會覺得lost 所以我們要習慣把那些字拆開 但你拆開的時候 其實它裏面全部是很豐富的資料 所以雖然拆開的時候是小小困難 但當你明白到聖經 你就會知道裏面有很多豐富的意念 我們觸實這些意念 我們就有神的應許 我們就做人很穩陣 神會致人智慧和啟示 這兩件事都是非常重要的 智慧就是為甚麼呢 就是將神的道理應用在生活之中 應用在任何一件事上 即是能夠懂得的東西 因為知識 知識就是我們懂得到甚麼 懂得的東西之後應用出來 這就是智慧 它會給人智慧和啟示 給我們有revelation revelation這個字 啟示的意思是這樣的 就像以前做戲一樣 做戲就會有個幕 關上 然後開始做戲 那個幕就會開 這個就是revelation 聖靈會啟示我們 這個經文是很清楚講到啟示 聖經也有其他經文 這個我們學習聯想 我講講甚麼其他經文 譬如說 耶穌說 你們受迫伯的時候 不用想說甚麼 和怎麼說 兩句都不用想 你不用說甚麼 你不用想著怎麼說 因為聖靈會親自指教你當說的話 即是聖靈會教你 這個就是啟示 這個啟示和聖靈啟示的關係是甚麼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 第一 哪一樣是最清晰的 誰最清晰 聖經的啟示是最清晰 因為它是全 即是說 我們需要認識和神關係的全部 給我們 它有些東西沒有給我們 譬如天堂點 它不是給我們 而是給了一部分 因為那些我們不是很需要 知道 但我們生活需要的東西 聖經是給我們 所以聖經是完整的 但為甚麼有個人啟示 這件事就是很多人不接受 為甚麼經歷聖靈的人 經常都說收到聖靈的感動 這件事到底有沒有聖經的支持 之前我們也說過 剛剛的經文 當你受迫伯的時候 你不用說甚麼 不用想說甚麼 因為聖靈會親自指教 這就是啟示 對於啟示和聖經的啟示 有甚麼關係 其實一個就是 聖經的完整對我們幫助的啟示 另一個就是 對個人的帶領 將這些經文的形容出來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 應用出來 譬如說 聖經叫我們去全福音規萬民聽 神現在感動這個人 你現在去吧 或者你現在去非洲 你現在去歐洲 去哪裏 這就是個人的指示 這個個人指示 有一部分是各個人合用的 就是去全福音規萬民都合用 但是去非洲就不是個人合用 或者現在去未必個人合用 但是那個普遍的意念 是普通人都合用的 我們有一個觀念 就不要以為我們收一些啟示 是很高超的 高過聖經的 千萬不要這麼說 因為啟示只是形容 並不是一些額外的啟示 雖然有時有人有額外啟示 例如什麼牛啟示 有些人真的會收到天堂怎樣的 不過這些我們 就會在基督徒之間作為一種參考 不會作為一個教導 譬如有個人說這件事 我就說我參考這件事 我們都覺得這件事都合乎聖經 不過我不能夠肯定 是否真的天堂這樣作為一個參考 所以這件事我們要分清 也有些人說 他真的這樣說 我有六十六卷聖經 那些經歷聖靈的人就說 好像有六十七卷聖經 你現在有第七卷了 其實我們就會回答他 不是 猜我們去傳呼聲 猜我們去幫人 或者知道某人的內心 不是額外啟示 只是說 將形容出來 我如何醫好傷心的人 人的心裏有甚麼重担 我知道之後我去幫他 即是我將聖經形容出來 並不是一些額外啟示 所以如果有人告訴你 喂 你現在是否收緊那些額外啟示 你怎知道是否出於神 如何出於神 我們就從那件事 是否幫到人親近神 因為魔鬼不會做的 幫助人親近神 幫到人親近神 或者處理生命 這件事就是出於神 即是在屬靈上有幫助的 這樣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去試驗 因為耶穌說 其實很記住經文說到 神會帶領 耶穌說我的羊聽我的聲音 是不是都很清楚說到 我們會聽神的聲音 在以賽書第四十章也說到 你聽到後面有聲音說 這是正路要行在其間 這些都是一些經文說 神是會說話的神 神不只是在聖經啟示 神是會過人指示我們 帶領我們的腦 有沒有問題呢 關於這方面 好 沒有了 我們就繼續 為何我們還要懂得分這件事呢 我真的聽過不少的人 經歷聖靈的人 經歷聖靈的人 經常都說收到啟示 這是六十六卷聖經以外 但很多人不懂得回答他 因為他沒有詳細去分辨 到底我們收這些信息是什麼 比如收一些信息 我們收到神有些額外的屬性 是很重要的 但聖經沒有說的 這樣又不同 我們會質疑這件事 到底這件事是否準確 聖經沒有說這件事是否準確 總之它是額外的啟示 我們一定要審查 我們不可以說 他說神有另一個屬性 你不知道的 不過我現在收到啟示 就是這個獨屬性 我們一定要審查這件事是否準確 就是反而關於一個新的教義 我們就一定要去審查 我們可以作為參考 我通常不會把一些新的教導 看為一個教導 我相信大家都聽過有些教導 哇!有一個新的教導 我不會故意不說名字 因為有些人說 可能有些人就會 哇!你用詩理由是反對的 我又不會說一定是反對的 你看我講其中一個例子 大家有沒有聽過天上法庭 有啊! 聖經都說了 誰能控訴神的簡選的人 我們真是悔改認罪 我們沒有什麼需要 還有什麼控訴 為何要在天上有法庭去處理呢 我真心悔改認罪 我跟從神就已經可以了 但是似乎 我其實沒有詳細了解這個 但是我聽到這個觀念 就好像覺得 有些事情要在天上法庭解決 你就在地上就會解決到 這件事我是覺得有些質疑的 有些 譬如說關於一些咒座 聖經說 耶穌裡面沒有咒座 為何還有咒座呢 我會這樣說 有些人沒有處理生命 同神關係不好 他可以有咒座 但是如果已經處理生命 我們不用說死了 我數一下幾代祖先 不知他以前的法庭 還會影響我呢 如果我親近神 遵從神 為何還會有咒座呢 這件事是不合乎聖經的 就是一種額外的教導 我自己本人 我不會接受他作為我的教導 有些我會參考 譬如有些人說天堂怎樣 這些我又覺得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到時發現 天堂是怎樣 你現在都不太影響我現在的生活 到天堂的時候我就知道 所以我們對於聖經 某些真理 我們一定要分辨 分辨到 將來就不會那麼容易被人嚇到 有些人一嚇到 現在有一種教導 一定要聽 你不聽的話 你會失去一些東西 另一件事 我又覺得很奇怪 佳太書又說 他說你們猛地守折旗 我為你們害怕 但有些人還覺得 守折旗 其他有額外恩典 他守折旗 幫他紀念神做的工作 我絕對沒有問題 這些 但如果你說 你如果不是這樣做 你就會得不到一個高層次的生命 我就會覺得有點疑問 為甚麼 如果那麼緊張 為甚麼聖經不說 問題就是 凡是有說了一種新的教導 而聖經沒有說 我就會說 如果這件事這麼影響我們 為甚麼聖經沒有說 為甚麼神不會把這件事 啟示給我們知道 OK 大家便知道 原來我們信仰的硬性是非常重要的 但我們硬性不是硬性 是我們很清晰 清晰說甚麼 別人說甚麼 我們不用遙動 我們不用被他嚇到 又是指控我們 我們不用被他嚇到 好 這個真知道 先看看希臘文 我發現原來那個字是不同普通的知道 這個希臘文叫 epiglen gnosis 因為平時是 genosel 它有加一個epi在前面 我看看它的意思 就是說 是正確地 correctly 和precisely 很正確 和很準確地 去說 知道神 認識神 這個知道 聖經說到 這個no 這個字 其實 我就會翻譯 我便會 將它翻譯 真認識他 聖經說到 認識這個字 由 舊一開始 阿當 與夏娃同房 在原文聖經 是認識他 原來 在聖經裡 關系 就是聖經的認識 是關系 就是 阿當與夏娃同房 都是關系 我們與神 都是一種關係 原來聖靈的目的 就是為我們與神建立關係 就是說 聖靈不僅僅行神之其事 聖靈會行神之其事 但是很重要 就是為我們認識神 其實聖靈有很多工作 是非常之重要的 但神之歧视都是其中他一样的工作 十八 下面一直跟着下来 并且照明 即是说像一个圣灵 使我们知道他和照明 这个就是一个连接 另一个class 一个subclass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眼睛怎样要照明呢 这个说明是心中 不是肉身的眼睛 眼睛能够看到熟灵的事物 照明眼睛 因为很简单 即使基督徒有些也没有照明 他一尾找男朋友、女朋友 是找美不美,有没有钱 他的眼睛已经没有照明 因为他以为美不美有钱才是最重要 照明了我们知道 美不美也没有用 他如果内心是污蔑也是没有用 他内心是烦恼也是没有用 我们照明眼睛 看到原来神有这么多好东西 实在太多基督徒看到神是什么呢 神是规测 很多人真的这样想 神是很严格 神是很多要求 你没有想损捉他 很多人看神就是这样 他看的眼睛也没有开 但是他看到原来神是这么容易 祈祷祂喜悦的 我感谢神 当我看圣经和听圣经 我看看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就是 很早期看圣经 我感谢神 也有一次在我团结的时候 邀请了一个圣经公会的人 来教我 分析圣经 他自从教我之后 我以后看圣经 我就分析 现在慢慢我都不用画了 我自己一看就已经分析到 这个我很感谢神 赐给我这个耐性 我还记得那时候 我曾经在中学时期 暑假就去托起水 我买了这么小的圣经 我就在我的腹袋里放了下去 我停的时候 我就拿出来读圣经 念圣经 就是在那时候开始的 就是我初识主的时候 已经开始念圣经 我去思想 我就发觉 我看很多东西 我不受人影响了 我初识主没有人辅导 我的教会 从来没有人辅导我的 我们教会没有这种东西 但我已经知道 我不用被人影响 我就教到我 这个很重要的秘诀 别人说什么都好 我不用被人影响 这个是照明 我们眼睛 最重要是照明我们眼睛 因为知道神是怎样了 使我知道什么呢 这个又是跟着落路 照明眼睛 那目的是什么呢 让我们知道 他的恩赵有何等的指望 就是他的呼赵有多少的指望 这个指望是来生还是今生的 这个指望是来生还是今生的 今生 有没有来生的 都有 这些我们就分辨了 有些名词我们就分辨了 这件事到底是包括什么呢 今生来生 到底神的呼召 的盼望 是只是今生还是来生呢 因为两人都有呢 那 今生有什么指望 今生有什么指望 有些人说没有指望 这个又是雕徒没有看圣经了 不知道我们有什么指望 我们整个生命的发挥 其实 神下面的经文就讲了多少能力给我们 前书十二章讲了多少恩赐给我们 每一样东西 神给我们都一定有 一个盼望 信心好像介绍了 有余山 这就是盼望 其实很多经文 都给我们 我们可以盼望的东西 所以当我们认识 原来我生命可以发挥到这么高的层次 我们就有信心了 很多时候我请人做见证 目的不是夸耀 目的是什么呢 让你知道你们有何等的指望 你可以为人祈祷有多大的盼望 这是我想见到的 所以你将来告诉我 当你处理好生命才为人按手祈祷 你代祷就个个都应该了 为人按手祈祷 你处理好生命 你和乘宽人好 你和乘宽人好 你按手祈祷 那人经历到圣灵 你真的带着圣灵 你真的带着圣灵 例如我骑了一位 原来没信主的 我都为他祈祷 他经历圣灵 那我又带着圣灵 那我又带着圣灵 其实你看到我问很多个个 绝大部分都说 马上经历到 那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做惯 做惯了就有信心了 神给了我这个恩赐能力 我们都可以用的 我们个人都可以用的 那这个就是盼望的 将来天上 神有什么纪念 我所有的我就很欢喜了 很欢喜将来可以有得到的盼望 好了 接着下面 他在圣灵中得的基业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这里很特别 因为圣经又说到 神是我们的基业 神也赐基业给我们 但这里倒回头 谁是基业 我们 为何我们 为何我们 神在我们身 身为中得什么基业呢 这个基业是怎样的 丰盛的荣耀 荣耀 荣耀就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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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朱天发出神的光呢 因为说什么 朱天说说神的荣耀 说什么 朱天彰显出神的能力 祂的智慧 祂的爱心 所以万物中看到神的荣耀 天地万物看到神的荣耀 所以荣耀 不是只是眼见到的荣耀 而是生命的质素 那样东西的质素 可以给一张 下面 好了 让我们知道 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就是我们有荣耀 并称是丰盛的荣耀 为什么是神德的基业呢 我用一个字 大家想想 记不记得圣经说 我们是什么身份 圣经说什么 圣经说什么 我们是 君尊的祭司 属神的子民 是圣洁的国度 这都是我们是一个 特别的身份 也有说到我们一起 这个是 我们建立成为一个什么 将神的子民 建立成为一个灵工 我们是一个灵工 并且我们是圣灵的居所 我们是圣灵的殿 对不对 那就是说 一方面 我在神里面有产业 神在我里面有产业 因为我的生命 和我的果子 我整个生命 所建立出来的 就会在天国 是永恒的产业 就是永恒的 我们一眼看不见 不过将来上天堂 就看见了 有多少人得救 因为我们 有多少人的生命改变 这些将来 有些人不敢说 这个参考法 他说上天堂 感觉到神的爱 是好像 好像一种 液体 它不是真的液体 不是看到液体 好像感觉到一样东西 我们在地上也经历到的 就是圣灵将神的爱与观 好像有一样东西 加入来 那就是说 将来我们所有为神做的事 就是一样 譬如我们的爱心 我们的关心 在天堂 就成为一个 就是可能 好像物质的荣耀 就是有一样的荣耀 你所做的事 将来在天上 就是一个永存的 可见到的荣耀 就是不只是 知道你做那么多东西 是可见的 那有什么经文 有支持这个东西呢? 那我有空 我都会想的 将这些经文绑在一起 高龙德前主十五章 讲到我们将来复会如何呢? 有天上有天上的形体 天上的荣光 有日月的荣光 日的荣光 月的荣光 有星的荣光 这个星和那个星的荣光 都不同 就是说这个荣光 将来在天上 就是一个 永远存留的 一样的痕跡 我们一生人如何荣耀神 就是我们的生命如何 发出神的荣光 这个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 看到我们生命的成长 我们生命的改变 我们的事奉 在我们生命之中 成为了永恒的荣光 他说作工的果效 有随着他们 跟着他们 就好像 你有没有见过那些结婚 那些新娘很长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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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新娘服 很长的 那你作工的果效 就跟着你了 你也会永远 是带着这种光辉 不是一会儿 是你永远远 在天上 你可以是太阳 你可以月亮 你可以光的星 你可以是小星 你可以是微弱到不得了的星 那我想问大家 你想学习什么 你学习什么 有些人跟我说 我只是想得救 你告诉我 我怎样紧紧得救 但我想问大家 你是否想紧紧得救 因为你想 你所做的 你一生是永存的基业 你的一生是一个永存的 是停留 即是 好像我们将来 会带着的荣光 是永远停留 我希望大家都有这个渴慕的心 但我不是想着这些 我心里觉得 见到人 我就关心 我就想祝福 我就想把神的恩典 即是心里面 就好像神的心 我希望大家都有这个心 见到人就想祝福 这样的时候 神就喜悦 你每一次帮人 神都喜悦 我自己又开心 我看着人改变 我就开心 我希望大家 看到 我都想 有这个永恒的基业 你想有这个永恒的基业 有几个很简单 第一 跟神关系好 这是一定的 你做多少事情 跟神关系好 就是要白做 第二 你处理生命 那些垃圾是烂了我们的 所有人的影响 什么不好的东西 那些不用想了 然后我们有生命的果子 还有圣灵的果子 跟着有侍奉的果子 那些都是永存的 即将来就是永存的基业 是几丰盛 那这里呢 保罗就祈祷 你知道你的子王 是你的恩主有多少子王 有多少盼望 还有他在你身上 得到可以有的产业 有多荣耀 那我们得到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哇很厉害了 下一一件事 又加一个《病》 又是另一个clothe 一路路路指出 一路路路指出 知道他向信的人 所遣的能力是何等的 很大 有很大的能力 那跟着呢 这个《遣》 《遣》 这个《遣》字 有什么重要性呢 《遣》 《遣》即是怎样 《遣》的相反是什么 隱藏 每一字都研究它的相反詞 它的同意詞 相反就是收藏 有些人會這樣說 聖靈宮的確是很平靜的 這個的確 是沒有什麼彰顯的 我們會說聖靈講到顯出來 但顯出來的意思 不是代表經常失控 絕對不是 聖靈工作最主要不是失控 其實失控是釋放的時候 我們不是經常都要釋放 我們反而顯出什麼呢 神的愛、憐憫、關心 這些我們應該是喜樂 但喜樂也不是失控的 是自由的、輕省的 是隨時可以收藏的 接著有一個equation 有一條方程式 就是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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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什麼數學符號 數學符號是什麼符號 等於 等於什麼呢 等於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輪大力 真的很厲害 哇 是否這麼厲害呢 可以去到耶穌的級數 那這個級數如何呢 他可以叫他從死裡復 因為死亡是沒有人能夠聖過的 他可以聖過死亡 所有的天使 神同流 對哪一位說 你坐在我的右邊 等我使你受敵 鑽你的腳燈 這要講到 就是神 對天使 會不會叫他坐在他右邊 不會 即是天使有沒有坐 沒有得坐 他是站的 不過很感謝神 天堂站是不會累的 但是 耶穌是怎樣 他可以坐 為什麼可以坐呢 神比 神比 還有你會覺得 在天上 全部站在那裡 但是聖父聖子可以坐 那有什麼重要性呢 不用做 尊貴 坐在哪裏 我加百年坐在那裏 加百年 他是不是坐在那裏 我會想問你 他非要 看回Paper來書1章13節 所有的天使 神從來對哪一個說 你可以坐 沒有得坐 但唯有 王是可以坐 即是他在這個王位上 有這個尊貴的身份 他從死到苦 就坐在天上的寶座了 然後呢 就怎樣 遠超過 不是少少超過 所以我們是遠超過魔鬼勢力 但是為什麼 趕邪靈有時 不是馬上趕走 有些人就很快 有些人就很慢 問題在哪裏呢 自己不悔改 或者做了不好的事 有後果 是的 是一個人的身上 因為他裏面 其實很多時候是什麼呢 卡住情緒 人的問題 不肯搖樹和聚 所以我們想有這個神的能力 我們就親近神 經常親近神 將尊神為聖 經常愛慕神 歡喜神 享受神 以是又說為樂 請經常講到另一句 以又說為樂 除了叫我們心裏所想的 得到神的利益 英文我們 賜給我們 並且會將我們 行在高處 另一件事 就是叫我們能夠行在高處 所以這個 能夠 以神為樂 是帶來很大的福氣 叫我們超過遠 耶穌是遠超過一切執政的 下面那裡我列出那些 在powerpoint有列出來 執政的 掌權的 有能的 主子 一切有名的 今世來世的 都超過了 我這裡跳過 一會兒看那裡才解釋 因為我跟著那裡 打出一些英文字出來 相對的英文字 22節 有張萬有 伏在他的腳下 這裡有個右字 又連起來了 還有 又將萬有伏在他的腳下 即是說他們會降伏 在耶穌的腳下 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手 這個是為 為了 即為了教會的緣故 而作萬有之手 作萬有之手 如何為教會 我想問大家 如何為教會 他作萬有之手 為我們 例如你媽媽說 我為了你做這麽多事 為了你 為了你 那是怎樣呢 耶穌 為了我 即神為了我們 使耶穌作萬有之手 那是為什麽呢 就是耶穌作萬有之手 是為我們的益處 就是這麽簡單 有時的答案很簡單 有時的答案很簡單 就是為了我們 為了我們 使耶穌作萬有之手 所以萬有都伏在他腳下 所以我們跟耶穌 我們也是勝過所有萬有的一切 是正確的 即是說以上所說 全部都講到他的能力 就是顯的能力 在基督身上顯的大能大力 同時都在我們身上有的 就是他復活 在天上坐在神的右邊 遠超過一隻執政 跟著他們就形容了超過什麽 但事实上很多教会不是真的活得出这件事 很多基督徒都没有活出 因为他不相信 所以相信是基础 但相信千万不要以为是一种 有些人以为只有信字 你信这一样我信那样 他那种信不是我们所说的意思 信是说知道先的 有人曾经跟我说 你信有耶稣 我不是只有信 我知道有耶稣 我知道有神 我知道有天堂 我真的知道 我真的研究 我知道是真的 所以信是我真的确定知道 我知道有这个东西 我有信靠他 我知道他一定会帮我到底 所以这个信的意思 我知道很稳定 譬如你跌下海 你捉住这条绳子 你知道这条绳子 我把你拉上岸 我捉住他 我知道他一定会帮我 这种信心 信心是触实 依靠 然后接着呢 再有一句就是 这句就是好像一个豁胡一样的 教会是他的万有之手 教会是他的身体 这个好像一个形容这句说话 就是他为教会的缘故作万有之手 而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但原文其实就是 是他的封性 他的封性所充满的 因为他这个封性 中文圣经就误会了以为是 因为他同用那个字 他就以为是动词 所以是充满万有 但其实这是一个名词 他的封性 神的fullness 你看圣经 英文圣经 将会用到他的fullness 就是他的封性 这里讲到教会是否 他的身体有什么重要性呢 其实教会就是耶稣的章篇 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 我们是耶稣的身体一部分 我们是耶稣在这个世上的延伸 就是耶稣的工作透过我们延伸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有耶稣的权柄去走出来 但很多人实际上是不相信 所以他走不出来 但是我们相信的时候 有很多人相信都走不出来 为什么呢 他不愿意走 就是他没有能力走 他不知道怎么走 我希望大家知道 知道怎么走 就是整天相信神的大恩大爱 神一定帮我的 这是很强调的祈祷 是什么呢 我都说这个恩典的祈祷 互动的祈祷 我相信神一定帮我 神一定帮我 这个信心才是最重要的 耶稣宽掌握一些人的信心 我相信神一定使用我们 我相信神一定大大使用我 所以我不需要你的垃圾 不需要你的负面的说话 不需要你的攻击我们的人 我们祝福他 但我不需要给他影响 我相信神在我生命有奇妙计划 这个计划是最完美 因为神会提升我最高层次 我不需要给他影响 而当我信靠的时候 我的生命可以去到最高层次 这个经文不是很厉害吗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其中一个经文 好了 现在我们看看里面 现在我将它画出来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次人智慧 即是神那里灵 次给我们智慧 神给我们智慧 和启示 两样一为二 智慧和启示 这个灵想给我们 即是带给我们 带给我们 所以有个箭嘴 它带给我们 如果你棵树阻止 你可以退别一点 那有个目的是什么呢 有个箭嘴 使你们真正的认识它 真正的知道它 并且它 conjunction 连接 第一就知道它 第二就照明你心中的眼睛 当然是有生命的成分 不过首先是头脑的成分 头脑的成分 知道 然后跟着 都是生命和神有关系 但这个照明就是 改变里面的质素 其实我们尽量看圣经 都尽量用不同的角度去看 就是说 改变了里面的质素 以至我们里面的眼睛不同了 我们的心眼不同了 我们的看东西都不同了 我希望大家看东西都不同了 不要看重钱 不要看重人的称赞 不要看重人的跨摇 或者外面的成功 而我们的看重是神 如何看重是神的心意 证明我们的眼睛 令到我们什么呢 使我们知道他的恩赵有何等的指望 为什么我用这个模号呢 就是这个恩赵有什么质素 就是形容他 这个恩赵有什么质素呢 就是有很大的指望 由B 知道他在圣徒之中得的基业 他的产业 我这不是产业 意思是产业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大家再看看这里 就是说 你看到这些句子的构造 来知道他的构造是如何 求天父和圣子耶稣 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 因为要有神的智慧才能明白这些东西 还有有启示神的指示 我们先讲到神对个人的指示 就是我们今天明白圣经 同样 两个人十个人听同样的经文 回去可能有十个不同的结论 最好的结论是什么 哇 这么厉害 原来神给那么多好东西 我真的要听完整个话 有些人就 有些人可能会这样 有些人可能会这样 是有的 也不关我事 我的质素太低了 但在神来说 他是简选如绝的软弱的 所以我们不要被那些欺骗了 我们相信 我们个个都有份 但一样每一个人的层次不同 层次不同是在乎我们生命的质素 因为生命质素是要培养的 一个人初信耶稣 他多爱主也好 他未到成熟的阶段 他一有困难 他不同的 他看神也不同 我希望大家 识了圣经很久 就成熟程度高了 触实神的应该更加高 有些人信耶稣很多年 都未必一定去到层次高 因为他不是那麽触实神 他不是那麽觉得神那麽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到 哇 神想给我的灵 是真的好好的 还有应该认识他 还有照明 就是我心灰光了 看透了这些东西 明白了 让我知道那个恩赵有多少的指望 他的产业 又是有另一个模糊 有何等封城的荣誉 这个产业是有多麽好的 形容他 并且 这里先说 有A有B 就是 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 使我们有A知道 第二 知道他的恩赵 知道他的产业 第三 知道他向我们的能力有多大 第三 就是他的能力有多大 所显的能力 为什麽他占了一转头 因为这个能力是给我们的 是吧 是吧 似给我们的 所以他占了一转头 所以他占了一转头 那为什麽有个模糊呢 能力有多大 大 大的程度 大过海啸 他可以叫死人复活 所以我们知道 原来我们有这麽大的能力 你便行使这个权柄 你有机会去宣教 你见到人有邪灵 你就 憑信心 争取这个机会去用 因为这个机会 是会令到你知道 你身上有这麽大的权柄 有很多基督徒 永远都觉得 牧师你先做 我先不要做 但如果你在那里 你先做 让你试一下 如果我做完你先做 你当然说 那你开了头 我当然容易 但你先做 可能你说 原来我都可以 那我们就 何等浩大 原来有这麽大的能力 并且为病人祈祷 祈祷 祈祷真的好翻 好转 我们同时会这样 同时可能自己身上 有些病未好翻 不过为人祈祷 那样又好翻 神选择怎样工作 我们就信服 不要紧的 我们自己未好翻 或者有些人祈祷 自己也有些病 但他又未好翻 但被祈祷的又好翻 好了 就是等于 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他在他身上运行的大力 那有什麽大力呢 后果 这个是1、2、3 第一 叫祂从死里复 圣死死亡 第二 坐在天上 他坐下 第三 是远超过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所以这里就是三样 你发觉这个数目字 这些是BBC的数目字 下面的数目字不同 因为下面那里有 是超过一切执政的 执政的 执政是什麽呢 统治权 即是说他有这个统治权 这个是可以指世界上 或者是灵界的 即是他有这个统治的权力 然后呢 第二个是掌权的 他有authority 他有这个权兵 他有能力 他有power 何时魔鬼有权兵呢 我们经常都说 我们有权兵 魔鬼没权兵 是什麽情况呢 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 魔鬼是没有权兵 拿走我们的东西 何时魔鬼有权兵呢 给他有权兵呢 如果不是 他是没有权兵的 但是的而且 魔鬼身上 在这个世界上的人身上 有多少权兵呢 我想问大家 这个世界的人 给了魔鬼有多少权兵呢 是有很多权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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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在Facebook 昨天就传了一个link 就说到有一部电影 就是有Netflix 就是租电影的地方 是上网租的 他做了一部什么电影呢 就是说耶稣是同性 戎马利亚是淫妇 那其实 这叫戎安和泄毒 是非常差的 所以我传给你们 希望你们去 戎了它 就去支持 就有这么多人去反对 也都你可以传给其他人 那它都会继续传给你的 其实这个机构呢 是很好的 它很多呢 譬如有时候 救助某些人被迫白 和一些国家被迫白 它会帮助一些 受迫白的教会 和一些人 或者有时候 争取 就是有些人 他们会说 这个人要堕胎 那它会争取这些权利 就是说 比如医生说 这个人应该要堕胎 但是呢 有些人就说 不要堕胎 或者是 有些人就不给他 机会生存 要 就是 有他死了 但是呢 有些人就说 我们仍然去 祈祷求神医治 他有很多 他有很多 争取人权 以及生命的权 这个机构 我也鼓励大家去支持 好 好了 这个 他的权利 很多人给了他 我们其实都知道 另一个就是 迪士尼园 现在有些 那些 不是迪士尼园 迪士尼园又有 迪士尼园又有 迪士尼园的电影 有些就是 两个戀愛中 是两个公主 两个王子 引导那些小朋友 小时候 已经入了这种观念 其实是 很差 因为他给了 authority 给魔鬼 给了权柄魔鬼 能力和权柄的分别 是很不同的 能力就是 魔鬼是 的而且他有能力 就是说他有能力 做一些事 但是他没有权的时候 就是一个警察 可能是一个女人 他可以对一个 大脑子说 我现在拘捕你 因为我有权柄 权柄就是这个 身份 带来的那种 他可以做一些事 是根据他的身份 不是根据他的体力 能力就是根据他的体力 然后有能力的 还有主字的就是 lordship 就是他有任何的主权 这些一切有名的 一切有名的 总之是有名的 你们有没有名 你有名的 所有东西都有名的 今世的 来世的 哎呀 这个退歪了 哈哈 因为我这个退过来 那个今世的来世 没有退到 A是今世 B是来世 就是今世来世的 都超过杀 就是所有今世的 这些权兵 来世的这些权兵 全部超过杀 所以这里 形容到神的能力 高超 这些权兵 这些权兵 都超过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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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狱 或者天堂 就好像那个有钱人 就去了地狱 拉撒律 就上了天堂 就没有前世 他没有讲前世 很多人就讲前世 我最近看到原来 这个全能神教会 它有很多名字 多到不得了 其中一个有讲到轮回 很奇怪 好了 然后就将万有 伏在耶稣的脚下 所有 这是第四页 第一页 他的能力是什么 士他和死利福 第二 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第三页 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 然后第四页 将万有伏在脚下 传播行伏在他面前 士他为了教会缘故 作万有之手 为什么一样是四呢 因为两个意思一样 所以我就做了第四了 他是为了教会缘故 他是万有之手 而教会应该用绿色 属于我们基督徒 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绿色 红色就是恩典 教会就是他的身体 这两个很不对 不对比 神的身体是属灵的 是高超的 现在我们是人 都变成基督的身体 所以我们就变成了 跟神的身体有关 是耶稣的身体 是很尊贵的 就是我们由平凡的人 提升到超人 不是普通的超人 是属神的超人 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 我们是神的家 所以教会是不可以兴看的 有些人说 我相信耶稣我不回教会 首先我们定义 什么叫教会 教会就是基督徒聚集的地方 在受基督徒聚集的地方 可以在几个人聚集 可以在两个人聚集 都可以在教会 有两三个人奉耶稣聚会 耶稣也是在那里 这个也是教会 不过如果有正式教会 为什么我们不参加呢 有很多原因是什么呢 我睡得很硬 我没有心机 我自己看圣经也可以 我自己上网听也可以 这些其实是藉口 因为圣经讲到教会 我们都去看圣经 教会有什么重要性 一起集体敬拜 在教会圣经很着重 大家看到 在新的圣经都讲到 集体敬拜 你也是可以听到 自己看圣经和听到是很不同的 因为总是有经验的牧者去教导 也都是有机会去彼此相爱 和彼此服侍 去侍服 是不回教会的人是得不到的 即不回教会的机会是比较难去发挥 除非他有一个被迫抛的情况 他自己在家里开一个教会 当然他自己未曾被训练 那就要靠主去成长 但是我们有机会回教会 学到这么多 我们希望大家珍惜 所以我们提升了 我们成为超人 成为神的领域 我们已经是超乎人 但我们不是变成神 但我们跟神的关系密切到 我们成为了基督的身体 给一份子 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世上的表现 而是那充满万有者 所充满 是他封城所充满 这个有个无号 即是 他的身体是什么呢 就是神的封城所充满 即是教会是神的封城充满 即我们都有神的封城充满 神的封城在我们身上 是否很特别呢 所以这个经文我希望大家记得 这几样的大大的恩典 就是说 神给我们智慧 和启示的灵 帮助我们认识神 和我们的心眼改变 转发 这个转发 可以大家写的字 可以使用一些字 去帮助自己 这个转发 照明我们身上的眼睛 让我们知道 这个恩照有多大的指望 和神在基督徒中得的产业 有多么丰盛的荣耀 和知道 祂向我们的能力有多大 大到怎样呢 耶稣从死里复活 坐在天上 神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 所有任何的权命和能力 所有一切地上有权命 我们都不用怕 今世和来世的将来的 全部都超过了 这个来世 但是我觉得祂不是说天堂的 祂应该是说到 未到末日之前 即将来的十年 一百年 不知有多久 总之将来的世代 所有这些权命 全部 耶稣都超过了 为了祂将它伏在脚下 而耶稣为我们原故 叫教会作 就是耶稣作万有之所 为了教会的原故 而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 是神的封城充满的 所以我们知道 原来我们有神的封城在里面 我们这样知道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很大发挥 这个经文 这次是否给大家很大的启示 我告诉大家 下一次你看《二法所说》二章 是将这两个经文联系的 是更加特别 是非常特别 我希望大家渴望 大家有没有发觉 这样查证经是很不同的 因为很多人 在讲道的时候 会避免这些经文 这些经文太复杂 是很复杂 所以很多人讲道 会讲得很淺 因为这个太难明白 这一定要查经才能够容易 帮助大家 其实我将来都可以有些查经的讲道 就是查口圣经 但是查口圣经 和这里查口有点不同 因为这里给你先练一轮 自己查一轮 你自己知道查了些什么 当你一听到 原来还可以这样发挥 这样的时候就更加 更加对查经有兴趣 会不会大家对查经有兴趣 听到有没有经文 都用心去想一下这个习惯 用心去想一下 这个经文 告诉我什么英语 我能否促实这个英语 向前去走呢 我都希望大家将这种 就是渴慕神国话语的心 传开给更多人 因为实际上太多基督徒 是没有心查经的 他觉得很闷 大家觉得很闷 不闷 真的是很丰富 你知道原来有这么厉害的东西 在后面 神说有这么厉害的东西 在后面 所以我们得到一个很厉害的英语 我这么喜欢圣经 因为我知道它里面有厉害的英语 而这些英语真的会现出来 所以我都盼望有一天 真的叫死人復活 我看到死人会继续为祈祷 我希望大家都有机会 你看到的时候 你都为祈祷 第一不要害怕 有些人第一不要害怕 就死人了 不行不行不行 现在已经走了 但我们第一不怕死人 我们有信心 一路宣告什么呢 耶稣你得圣荣 耶稣你能力 已经将这个能力赐给我们 神啊 求你使用我这个卑微的器皿 看着行神迹 以至很多人 因为这个缘故 看着神的荣耀 而信耶稣 那我们今天的经文 里面应用一下 就是说 原来神给我们 这么多荣耀盼 盼望 这么多 给我们的智慧啟示 和这么大的能力 那有什么神的属性啊 我问大家有什么神的属性啊 第一 神是荣耀的 他里面充满荣耀 神里面充满智慧 还有他很喜欢给人的 他不论识的 神是有启示 他知道了所有的真理 所有知道了所有前面的路 他是乐意启示给我们 只要是亲近他的人 他就会逐步启示的 神给我很多的启示 都是我一路查圣经祈祷 神一路启示我 还有呢 神有 神和肉体对比是怎么样 照明神的眼睛 心中的眼睛有什么对比 人的肉体是怎么样的 是败坏的 有罪性的 是需要照明 需要更新的 神可以将他转化 神的属性 他是转化的 他是荣耀的 他有呼召我们 就是他有一个呼召的神 他会叫我们去跟从他 他有盼望的 他前面是乐观的 是美好的 全部是美好的 走神的路 前面一定是美好的 虽然有困难 都一定是美好的 还有呢 我们有永恆的产业 我们自己也是永恆的产业 我们有永恆的产业 我们有封城的荣耀 那我们有极大的能力 神是有无限的能力 他的能力是超越我们任何的想象 超越死亡 超越一切的位分 超越一切在地上的权势 它全部都超越了 我们都有神将这种超越的能力 赐给我们的 也都是万有福藏的脚下 虽然有时基督徒被迫伯 甚至被杀害 但是我们不用怕 我们虽然被他们伤害 但是我们的位分是远超过他 他眼看不到 但是我们呢 是有这个永恆的福气 在这个受迫伯的时候 神会让我们看到神的荣耀 神会安慰我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受迫伯 不等于我们 是很惨的 而且知道我们 基督的身体是宝贵 每个基督徒都宝贵 所以不要让任何人的不好 拆毁这个教会的合日 任何弟兄姊妹的不好 不要紧要 这个是人的怨恶 我们求此颜恕 和彼此祝福 彼此帮助 以至我们珍惜这个教会 珍惜教会里面任何一个人 如果有人不珍惜弟兄姊妹 他是不珍惜神的教会 神是不起的 如果有人有什么情况 我们需要去帮他处理 让他不要不珍惜人 因为人是很重要 在天国里面是非常重要 我们有这个很尊贵的身份 我们超乎了人 我们超越普通的人 我们有基督的荣耀在我们身上 OK 今天的经文实在很丰富 希望大家回家 回去研究 思考 记住里面的内容 请我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 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真的 赐给我们极大极大的一点 你也赐给我们圣灵球 圣灵亲自 在这一阵 赐给我们这个智慧 去分辨神的真理 应用神的真理 你也赐给我们啟示 我们知道我们前面的路是如何 我们可以怎样发挥 我们可以怎样给神的神用 求主亲自指示 带领我们 你都给我们知道 我们在神里面 有何等这个指望 是有何等的 神给我们的恩赵 有何等的指望 神给我们的呼潮 是有多少的指望 神给我们的这个能力 是何等的好大 有极大极大的能力 神给我们一切有极大的恩典 在我们身上的产业 是何等的伟大 还有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都是非常之宝贵的 求主帮助我们 深信我们的宝贵 我们就不被人影响 我们就不会灰心 不会失望 不会看低自己 建立我们的自我形象 我们是神的体重 但同时我们都看重每一个 每一个抵挤之门 每一个抵挤之门 都是神的儿女 是教会的一份子 是非常之宝贵 求主祝福联吻我们 帮助我们 教会能够合一 喜此欣赏互相天留 多谢天父 帮助我们更加 喜欢神的怀疑 喜欢神自己 感谢主 祈祷奉 奉主耶稣圣明 阿们 阿里雷 多谢天父 阿里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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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